戴天覆地,仁為貴,順則吉係,空則貝,元太祖 好,回到第二節的元太祖,林師傅 上一節就講到西貢的地形和它的聚財有關 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呢? 西貢其實如果你看地圖,你會見到一個南圍,一個白沙灣,和一個邪徑北的三角形的位置 就會給一個白沙灣,我們經常說的三星灣泳灘,一個島包住 大家可以看看Google Map,你去看西貢就會見到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水,是一個私家的水塘,避風塘 所以你看到很多西貢的遊艇會,船都泊進去 逢是這些避風塘的地方,我們都當它是聚保盤 就是有一個私家水在自己攬著儲水 而因為私家水,加上這個避風塘,它的風浪不大 所以它的財氣就能夠聚到在西貢的位置 高一點點的,可能大家去到那裏吃那些X技X技海鮮的位置又怎樣呢? 那個位置也是一個更加大的聚保盤 只不過它沒有去到白沙灣的那麼細和鎖得那麼實 鬆散一點點,我這個位置其實來算是一個好的風水可以聚財的 問題就來了,一棟土對這壹東西有沒有影響呢? 對海是沒有影響過的 因為這次不是填海,它沒有拉直條線 所以自從擴建工程之後,西貢會變成一個貧富懸殊更加大的地方 富的一定是繼續靠海那邊的 簡單說,近海那邊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但是西貢因為另一邊就是靠山那邊的 靠山那邊的影響就會變得大了很多 因為在它現在的新的工程裏面 很多的路段也會加隔音的屏障 加了隔音屏障的話,其實水氣的財氣就不能到那一堆靠山的屋 同時間因為那條路,現在西貢我們看到那條路線 都叫曲得來都少少直的 因為是直得來都少少曲的 直中大曲 直中大曲,還沒有去到完全是直的 但當四線工程完成之後 其實西貢的山路很多都會拉到直 拉到直不甩的 我們經常都說,曲水有情,直水無情 車路也是水來的 我們之前說過人流也是水,車路也是水 其實很多水的 現在在那條車路加了隔音屏障 就擋了那條水,沒有氣度 同時間也因為那條車路越拉越直 越拉越直就會導致另外一邊本身是拿車路當水的樓 簡單的就是靠山那邊 靠山那邊是以西貢公路來做水的 同時間也用海做水 這樣就會少了一條 因為西貢公路拉直了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去收水用的 我們截不到這條水用的 那就沒有辦法去旺 由於這個原因 你會見到靠海那邊 因為海沒有變的 沒有填海的 靠海那邊是會繼續繁榮 繼續發的 不過靠山那邊的風水就會因為工程的緣故 而導致它的風水就會變差了 久而久之慢慢發展下去 必定會出現一個更大的貧富懸殊 如果大家有留意西貢區 其實現在多了發展商對西貢有興趣 也是想在那裡買樓起樓的 買樓起樓之後會有其他的問題 因為那堆豪宅建的話 不會是建三層的村屋 一定是自己弄在那裡 對著下面整堆的村屋 就像學立雞群那樣 住在那些豪宅下面的村屋 固然就好像有一支棍要掉下來 撥到自己的地方 有一種叫壓頂的感覺 而住那堆豪宅的 也因為它自己獨立一個 在一座平原或者一些矮樓上面自己高了 也都會形成一定的煞氣 所以這一種的風水來的西貢 其實是很難再好像以前那樣興旺的 我只是說過沒有以前那樣興旺 還未去到衰敗 但是沒有以前那樣興旺的 動土的工程 豪宅買了來蓋的地 種種類的東西去累積的話 西貢我相信就不可能可以 好像我們早幾集那樣說 還繼續有一個好的地運去行 嗯 我想 我想問 你剛才說 上一次說到很多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就是 那條西貢公路 還是進去市中心那邊 甚至大網仔路那邊 或者入水庫那邊那些路 都會有很多交通意外呢 基本上你可以想 就是由西沙路開始 去市中心那條路 就會有交通意外 由這個西貢公路 進去市中心那條路 都有交通意外 你說入水庫那裡就不關事 因為路仔資善自己進去的 但是逢是動土工程附近的道路 交通意外一定會增加的 嗯 除了你可能 有些人就科學點說 那你那裏弄到九曲十三彎 開車這樣 撞到很正常的師傅 但有時那些交通意外發生 不是你看不到路的 可能迫力都會失靈 或者突然間看不到對頭車 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我們就說 無論剛才我講 西沙路那段入也好 因為西貢公路那段入也好 這兩邊的交通意外數量 是必然會增加的 西沙那邊 因為其實也同樣有工程進行著 我不記得那邊的工程叫什麼名字 都是掘的 就由你如果在馬鞍山搭車進去 一見到西沙查了的位置 開始進去 就一路收路 收路 收到進去好入也還在整 所以那裡又形成了一定的殺氣 就是我們以前可能小時候去玩泥沖那邊 都仍然是有動土的 都是那句 有動土就是什麼 就有殺氣 有殺氣就有傷害 也都會令到人情緒變得激動了 爭吵打鬥也都會多了 所以西貢這個地方 相信接下來都會變成一個 比較火熱一些的地方 我也都希望說 如果住在裡面的朋友 能夠想辦法發險 解決它 現在疫情期間 就很多人進去 但是更加多的時候 就是以前沒有疫情 或者將來沒有疫情之後 那麼很多遊客來到香港 都會先進去西貢吃海 那會不會重挫到西貢的旅遊業 對西貢旅遊業一定會有 因為你有任何動土 都會造成一個不穩定的風水 不穩定的風水 就會影響到那個地方的一些財氣 風水我們所有東西都是 適宜定在這裏 不適宜動的 除非你是有一些很特別的 就像我以前說的流水擺設 它需要動的東西 才會動的 就算動也是移動不出 就不可以讓它 提撻提撻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家裡買個鐘也是有要求的 家裡買個鐘 不可以買提撻提撻提撻的 你要買那些順的 沒有聲音那種 那種 那種最好 我們風水夜是移動不出 而當現在有工程 就會帶來幾種煞氣 第一 動土煞 講了一集 第二就有聲煞 有些時候晚上他都開著燈 做工程是不理你的 有這個光煞 當幾十種煞氣 聚在你那裏的時候 你想發達都難 所以是一定會有影響的 那這個也沒有辦法 因為不是我們普通 就算是那裏的居民 都很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是政府去決定了 要擴闊功勞 那就要擴闊功勞了 所以在那裏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居民都只可以自求多福 那好像現在這樣 你去西貢 連去車公廟拜神 都進不了去的 你要繞路走的 你去那裏走的話 你會見到它搞到是有些的 你剛剛所說的陰窄 是成為了那條路的一部分 人走路是要避過山份的 在行人路那裏走 所以這個擴闊工程也好 動土也好 必然是會造成對西貢 一個很大的打擊 那我自己個人也相信西貢 接下來都不會再是一個很適宜 居住的風水好地方 直到它的動土完結為止 我想這件事都相信會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另外我想問一下 剛才都說到 陰窄的後人都會受影響 那些是沒有辦法 有沒有方法化解 那些我都不懂 因為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裏 香港是一個很出名的都市傳說 就是西貢結界 那會不會被這個動土弄散了結界呢 應該也不會的 第一西貢結界這個聽就聽得多 跟結界就沒有什麼關係 純粹因為西貢的地形 其實風水風水風水是一個上地術 不要什麼都那麼神怪 西貢這個地方濕氣很重 住的那裏 你也知道它下雨的數量是多過市區的 日照的光暗和時區都是有些分別 因為始終它有很多山圍著它 有飛鵝山、馬鞍山 一堆山圍著它 同時它有一個很大的海在那裏 所以它濕氣也很重 這些地方裏面的山 就很自然就會多了一些霧氣在那裏 令到一個人很難去分辨到道路 就成為了你們所說的一些結界 同時間因為西貢那座山 我們經常說它是靚山 就算下面有洞土也好 它還是靚山 那些靚山裏面也有不少的人 非人不同的東西在裏面居住 休息甚至修煉 所以所說的結界 只不過是一件這樣的事 不需要太過擔心 也不會因為工程而影響到裏面所謂的結界 所以這個是排除在外的 不需要考慮的這件事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想問的就是 就是西貢叫做香港的後花園 它這樣當土發影響到西貢的風水 會不會影響整個香港的風水 怎麼都會影響到的 因為你任何個地方挖都不是一件好事 加上接下來就南山北水 西貢都不是一個北水的地方 所以都沒有辦法 反過來就北水馬安山比較好 馬安山又不同 所以西貢區 風水上面的東西 就唯有希望大家自求多福 聽完就算了 當一個增長一下見聞就算了 不過我也搬出來 你喜歡的 就像林師傅那樣搬出來 好像我那樣搬出來 都是一個解決方法來的 因為有時候人就沒有可能 改變了所有的地形 地方不轉 環境不轉 就為了自己轉 好,謝謝林師傅 大家記得分享這條影片 給一些住在西貢的朋友聽一下 同時也叫他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把我們的提示小鈴鐺 打開Like我們每一條片 有什麼問題想跟我們談的話 下面留言的位置告訴我們 還有沒有呢 差不多了 下一集回來再和大家 袁太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